我们现在看到的 在福建大量的看到的是石虎 那么实际上并不止 它也可以是用竹子 也可以用木头 也可以用这些来组合 那么所以呢 虎是人类应该说很古老的 也是非常聪明的发明 它为什么呢 它是一个固体的陷阱 那么接住海潮或者河流的力量 把鱼冲进来 所以人不必费太多功夫 第二个呢 这个固体的鱼网 可以用得相当长久 所以这种被动鱼法 是古人智慧的一个体现